介紹第一支球隊是來自台北主場的我們台北富邦勇士 有請 請教練還有球隊主席的教練以及我們的文成還有詩潔 上台 我們這邊讓大家看一下掌聲在哪裡 掌聲不夠熱烈 他們要控制全宇宙 他去廣剎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他去廣剎之前 是去上海鯊魚隊測試 那個時候你還記得嗎 因為是黑哥跟炎哥幹不過去測試 我那個是二十年前 大概也十幾年前 然後帶著智傑我們這一隊一隊測試 那先從上來開始測 測完以後 然後隔天我們另外一隊就是浙江廣剎 當天我還記得是葉總就把合約拿出來 他很肯定 自己也在那邊的表現 一打就打了十年 那這十年其實你看過CBA 慢慢的起飛 到台灣 回到台灣打 本來是設定是ABL 那突然間出現這個 你自己感覺是如何 其實在CBA打了十年 也有看過 從一開始他們 其實沒有 就是制度就是一直一年一年的 就是都有在做提升跟進步 然後聯盟的一些政策 一些規定 跟他一些 各球隊所要的需求跟要求 然後 剛好在那邊打了十年 然後因為可能是政策的關係 所以選擇回來 然後也很非常感謝就是 代表富邦勇士 給我這個 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讓我回來 在他到台灣這個 在球網上打球 然後 也剛好順勢再來打ABL 其實自己的狀態 其實沒有調到自己的 自己的一些狀態 對啊 希望就是在 還有一個多月才有 就是聯盟才是開檔 然後中間還有就是 還有一次的熱身賽 希望就是可以透過這個時間 不光是我 還有球隊 都可以去 做一些修正跟調整 然後 讓球隊在賽季之前都可以 調整調整 你有打算在PLUS LEAGUE退休 我覺得 當然在這麼用心 這麼努力的聯盟 可以打到退休 對我來講也是非常有功能 也非常開心 不過 應該還要再等等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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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